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又干什么事情呢 宣布修订出口管制措施 要要求美国公司向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出售机体电路等某些物品的时候 刮胡即使我知道你不是军用 即使他纯粹只能民用 我要事先申请要我官方许可 美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天堂吗 你不是资本主义吗 中国你不是要求中国一切政府的手拿开吗 不准有国企不准补贴 你美国什么都变成要官方要政府批准呢 所有的很多清单啊 这个委内瑞拉已经是美国已经是怎么样对付他了 俄罗斯中国 所以这个新的规定的生效日期 是今年的6月29日 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罗斯说 有些国家有前科 把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转为军事用途 跟这些国家做生意 要考虑后果 4月30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 白宫没有要考虑取消中方持有的美国国债 美债义务具有完全信任跟信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美国会承认用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但是美国也同时两手哦 有美国国会议员要立法说要中国为这个疫情负责 所以呢 这个你手上有的美国的国债 我不管 我要赖账了 所以委员 今天美国手上这么多工具吗 一直在对付大陆吗 美国要灭中国之心 始终不死 我们回忆一下 在1月份 当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疫情的中心在中国武汉 那时候武汉1月23号封城 那时候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怎么说的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很高兴啊 幸灾乐祸啊 你美国在大陆的制造业 赶快回到我美国来啊 创造我美国的就业机会啊 那么做事要让大陆整个经济垮台 可是没有想到 风水轮流转 几个月之后 中国大陆把疫情都控制了 成为全世界疫情漩涡中最安全的地方 反过来美国成为重灾区 美国成为疫情的中心 到现在为止 确诊病例超过120万 死亡人数7万多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使得川普面对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美国如果不重启经济的话 美国的经济笃定垮台 美国的财政笃定垮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重启经济的话 美国现在领事业救济的越来越多啊 然后除了事业救济金以外 你还有产业纾困 还有个人家庭的疫情的津贴 这三个庞大的支出金额下来 以美国现在不良的政府财政状态 美国如何应付 美国没有能力应付啊 所以之前说了 他只好开始印钞票 因为利息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 已经是零利率了 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要印钞票的话 那刚才你讲的库德洛说啊 美元要继续坚守 做世界各国货币的准备货币 然后坚持所谓的金贿对本位制 可是我问你 美国拼命的印钞票之后 你认为美元会不会贬值 美元一贬的话 他作为各个国家的发行货币的 储备货币的基础就动摇了嘛 所以他一定引发所谓的金融危机嘛 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嘛 这几乎都可以预测啊 所以今天的川普紧不紧张 当然紧张 他必须赶快重启经济 可是要重启经济 美国五十个州里面 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州 是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疫情没有解决重启经济的话 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感染 更多人死亡 对而且很多很多的州认定 现在美国根本还没有到疫情的高峰 他还在往疫情的高峰爬 所以现在如果重启经济的话 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之后果 所以目前的情况 川普不但有连任的危机 川普也有被疫情冲击的危机 川普也有经济要崩盘的危机 这时候的美国 很像1929年10月24号 黑色星期五之前的美国 你不觉得吗 美国在1929年10月24号 黑色星期五 纽约政权市场崩盘 那天的华尔街就有几百个美国的富商 因为亏损不得不选择跳楼自杀 一直到1933年 美国失业率突破百分之三十 可怕 美国当时候很多人都领着失业救济金 微薄的薪水过火 那时候美国的情况多么的惨 美国最有名的汽车业 汽车业萎缩缩了百分之九十五 至险 只剩百分之五 只剩百分之五 钢铁萎缩百分之八十 能想象那个工人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吗 所以美国人现在很怕 而当时美国的总统叫胡佛 胡佛当时说什么 我讲一下胡佛说的话 胡佛说 我们两个月之内就解决了 不要怕 川普有没有说过类似疫情的话 好像啊 所以胡佛的命运是什么 胡佛的命运被罗斯福取代 罗斯福1933年1月上台以后 宣布新政 就是社会主义 新政罗斯福 美国人至今爱戴的罗斯福 他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 因为胡佛当时的美国 他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就没有那个社会主义的 能够救助的 能够贫富差距减少 好 罗斯福有 可是今天的美国又走回赤裸裸的 对 那时候罗斯福 一方面施行的是 国家社会主义 对 用国家来津贴 好 用国家来启动建设 可是那时候美国的财政 比今天的美国要好 而且又发生了二次大战 战场不在美国 美国成为整个世界 粮食 军需 军火 最大的供应商 所以停顿的产业 全部启动 美国的失业 再回到了工作的岗位 现在有吗 现在美国是疫情的重灾区 是疫情的中心 生产都停顿了 所以目前的情况 美国当然怕经济垮了 还有所谓强大的美军吗 美国的媒体还有细唱 到处吹牛 指导别人 指东到西吗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川普一定要先连任 那要连任之前 他一定要鼓动 最大的武器 叫做反中的民粹 那反中的民粹要鼓动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整个的疫情 说病毒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最近川普啦 蓬佩奥啦 班农啦 纳瓦罗啦 他们才众口塑精一致的 去说 哎呀 病毒是能够合成的 是基因改造的 而且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一个中国武汉的实验室 病毒实验室 这个病毒实验室 是不合格的 无耻到极点 他不是以前讲过吗 这个病毒研究所 病毒实验室 美国在后面支持的吗 美国国家 卫生院 美国政府 是跟石正丽合作 对 那篇论文上面的名 就明明白白写啦 那现在说 那个实验室是不合格的 那你美国白痴啊 不合格你长期跟他合作 长期资助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众口塑精的 要把责任就推给中国 说病毒是中国造成的 说是中国引力疫情 打压吹哨人 是中国没有把疫情控制好 以致蔓延到全世界 所以中国要负责任 所以你说美国没有财政吗 美国没有钱吗 不要紧啦 我们现在起诉 司法起诉中国 在中国求偿 求了偿就有钱了吗 这不跟民进党做法一样吗 我把复联会搞掉 把救活团搞掉 我就有钱啦 这是民进党的说法 我记得民进党以前也说过 只要能够当选 陈定兰那时候说 能够当选台湾省长 就可以有500多亿 对不对 财政就有了 什么都解决了 百费待举都可以做了 这不就是跟川普 现在做法一模一样吗 好 那在这样的做法上 有没有效果 最近美国的民调 反对中国的人 已经高到了67%了 中国要谨慎 对 因为民意 社会舆论 当普遍怎么讲 人民的潜意识 都是反中 痛恨中国 瞧不起中国 而且仇恨中国的时候 对 怎么办 我最后一句话 不要再讲说 亲者自亲 拙者就拙 不要再讲说 真理越变越明 当一个 资讯控制一切的环境里面 在美国 这些美国人所接受的信息 全部来自美国官方 经过清洗之后 让他们看到的信息 就跟台湾的年轻人 所看到的所有信息 都是民进党喂养给你的 所以你不要忽视 美国现在跟台湾一样 都在成天喊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喊久了 喊久了 很多美国人 就如同台湾年轻人 信以为真 台湾很多年轻人到现在 一谈到所谓的新冠肺炎 就开始骂大陆 同样的 美国人现在谈到了新冠肺炎 他们就开始骂谁 就开始骂中国人 那中国远在千里之外 所以他们找谁算账 他们就找在美国的中国人算账 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华人 可怜的不得了 商店被喷漆 被破坏 被抢劫 很多的人被殴打 甚至有些妇女被性侵犯 他们觉得应该的 他们说 疫情是你中国造成的 所以你们必须要赎罪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 川普用所谓的仇恨动员 用所谓的反中的民粹 他要让自己先连任再说 他认为连任了以后 其他的 以后一切再谈 但是要连任 他就要重启经济 可是重启经济就有风险 所以川普最近 跟很多州的州长之间 是尖锐的对立 但是川普是一个 很擅长于在对立中 求取生存的人 那基本上跟台湾问题 又有点像了 很多人说 蔡文做得很烂 那为什么他还是能够赢呢 他能够得很多票呢 817万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选举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你的对手 国民党更烂 所以蔡文就得很多票 那现在一样 川普的做法 他知道拜登 本来就不是能力很强的人 那拜登又是他现在 最重要的 唯一的一个对手 那现在又给拜登个封号 中国拜登 北京拜登 意思说你拜登 跟中国做生意 你拜登跟中国关系很好 你拜登还在担任副总统时候 跟当时中国的副主席 习近平有很好的私交 所以当你拜登被扣上 中国拜登 北京拜登的帽子的时候 拜登在选举上 他就 拘于弱势 拘于下风 这就是川普 现在一连串的手段 而这一连串的手段 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 还以为说 哎呀 让川普上啊 川普会把美国搞垮 错了 川普还没有把美国搞垮之前 他很可能就先把我们中国人搞垮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左右之争 这就是一场中国人对抗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殊死斗争 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典死斗争